内地歌手郁可维,入围金曲奖演唱类最佳新人奖 但时过几日,金曲奖主办方就因郁可维资格不符 而对外宣称取消郁可维入围资格,并不予递捕 针对金曲奖的决定,郁可维的所在公司果实唱片 特意召开说明会已澄清事实 郁可维因曾发行郁可维玉音绕梁DSD而被取消入围资格 这不禁让人想起同为超女出身的阿佑琪 阿佑琪曾入围第18届金曲奖 但影音曾在内地发行专辑而被取消资格 二人备撤原因出奇的相似,让人不禁拿来做比较 但说明会现场,滚石公司却否认郁可维与安佑琪备撤原因相同 文局引用的安佑琪案例 滚石唱片认为与郁可维的情况完全不同 安佑琪在报名第18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之前在内地发行的专辑 以专业音乐性的角度来看 它就是一张正式的个人专辑 与郁可维的非正式专辑是完全不同的 谈记备社入围金曲奖,郁可维一度哽咽 他表示尽管自己最终无法入围金曲奖 但是依旧感谢金曲奖对自己蓝短裤专辑的肯定 不仅如此,郁可维更是强调 蓝短裤才是自己第一张个人专辑 虽然说由于一些原因我入围的这个资格被取消 可是我还是依然感谢之前评审对于我的青睐和肯定 那我也尊重金曲奖的决定 蓝短裤这张专辑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专辑 蓝短裤是无庸置疑的